下一個就是我說的第三種提型 把位移拉進來 6公斤 8公尺 然後滑是動物停下來 問我 何者正確 問受力 需要A 沒有A 可是有位移 用位移球去用個A 其他人就這樣 加速要球嘛 可能有F嘛 然後呢 問三個就是4 這些除了F之外 都是你上一張學過的事情 上一張學過的事情 去球 來 我們 老師教一下說畫VT圖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位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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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積16 所以 比這裡加除以2 加16 所以幾秒 4秒停下來 所以4秒鐘停下來 所以選項出度錯 停下來前5秒錯 4秒鐘停下來 然後呢 因為有GATA1GATAV 直線可以VT圖子做兩件事嘛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位移嘛 所以再進去 0秒鐘是分 4秒鐘是0 算出來叫做負二 它是不是負二 所以選項A是錯的 他說是3 是錯的 應該是2 大小是2 負二是方向 OK 所以A不錯 好 有A以後呢 有A以後呢 來 3秒多少 等加速度運動嘛 所以隨便挑2點 算加速度都會怎樣 一樣 所以我們就說0秒鐘分 3秒鐘不知道 要是負二 所以認真算 武力算 2公 每秒2公尺 3秒的時候應該是每秒2公尺 他12秒4公尺是錯的 答案就出來了嘛 我們要再做一下嘛 然後有A就帶F.MA嘛 好 等星區12 所以星是對的 除了最後這個12牛頓是這裡的F.MA之外 其他的計算的東西都是你上一張學過的事情 理論上你應該都會 理論上你應該都會 問題是理論跟實際會符合嗎 不會 蛤 以前學過的 VT圖做兩件事 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 位 可以嗎 可以 停車戰界問 我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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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圖形就把數字告訴你了 不用你畫了 他幫你畫好了 來 請你算 跑跑跑跑 我追了 你可以算出T 你可以算出T 然後求出A 然後就知道所謂的F A選項是觀念題 如果速度越大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 如果速度越小 就把加速速度百方向 它是怎麼樣 當當當當當當 停車戰界問 這樣是多少 咧 應該要找一個帥哥男的是嗎 對 我們要找一位帥哥男 帥哥男 二分 你選豬喔 請坐 你可愛的答案 選擇叫做豬兒 B C 我們在動腦時間的時候討論 當我會問你 B跟C怎麼回事 當我再說 圖上顯示 速度是越來越小 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A是錯的 然後 我們會在選項C的時候 算出正確的加速度 就等下要問你的 然後帶進去呢 就得到它是-10牛頓 因為你在C選項得到了加速度 所以帶進去答案就是-10牛頓 所以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那至於C選項的答案 我待會問你說加速度 待會再問你 所以呢 練習時我們答案選豬 可以嗎 可以